以事論時挖掘事實真相 深入淺出 探討政府動向 當大事件發生時 令你走在事實前方 不再被動 各位朋友 多謝大家收聽 以事論時60分鐘 這個節目 我是胡桂雄 大家都知道 現在大選競選得 如火如荼 袁海耀和Jane 就去了Canvassing 現在又近中秋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人招呼他吃月餅 Tom究竟Canvassing是甚麼來的 拍門 拉票 Canvassing也叫拉票 因為包括拍門 派傳單 和和人聊天 都在裡面 Canvassing 其實香港是否叫洗樓 即是說 由十樓走到九樓 去跟每一個選民聊天 我來香港久了 但有時候看報紙 看到洗樓這個名前 我猜你說得對 應該是洗樓 香港就不是學我們加拿大的屋子那麼大的 你去一層樓 譬如新區 從十六樓走到樓下 洗樓 洗光 即是說跟每一個選民握手 然後要求他們的支持 原來加拿大現在都有很多 抗道 即是說那些 廣場建築 都是洗樓 都這個字 我想都可能用得到 都不頂了 我們本來有好消息 因為早兩天又有一個新的 survey 走了出來了 即是民意調查 好像韓鼠表那樣的 那這次 誰跑第一了 Tom 那個呢 是叫什麼 好像是Angus Angus EK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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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保索黨 就領先 我那張紙都不知道在哪裏 好像是35% 是呀 35%是很高的 因為經常都說26% 28% 29% 突然跳到35% 35.4% EKOS 是 EKOS EKOS 是呀 這間是一間 survey company 即是 這些民意調查公司 好像有十間八間的 現在Pilipalak 都不同的出來 有不同的結果的 但是這個呢 就令到我們很開心 因為真的 飆高了很多 還有它亦都說是有理由的 有什麼理由啊 Tom 我的看法是這樣 現在只有一個公司 所得到的成績 是這樣的一個成績 那麼今天有其他的 當然啊 站在我的立場 我希望這個是真的 是非常確實的一個成績 但是譬如你說今天是CTV 但是CTV的做法就不同 他那個server 他的民意七年呢 是叫做一種 Rolling 滾桶式的 為什麼叫做滾桶式呢 他每天每天 逐點逐點加進去的 所以你要看他的趨勢 而不是看他的數字 就是你看那個數字 是向上 向下 來觀察的 那麼現在我們說是 喂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那個 成績是這樣 我們希望 此日後日 都是這樣好了 那麼老實說 保守黨最近 譬如說是那個 尤其在 CREBEC 那個面紗這個問題 是CREBEC很多人 認為保守黨做得硬的 令到那個 Mukir 都開始 啊 不過這個人很聰明了 我就等到有機會再講了 啊 另外經濟方面 啊 那現在有潤餘了 那個經濟 沒有說自由黨的 啊 Jackson Trudeau 或者新民主黨的Mukir 說得那麼差啊 啊 而且 還有一個很主要的 對於 對利亞難民這方面 啊 我們不說那些傳媒啊 例如說 多倫多聲報啊 CDV啊 CVC啊 他們的看法 老實說 不代表一般人的看法 啊 有一個民意七年 說大多數的人 贊成保守黨的立場 就是我們第一方面要幫他們 但是呢 我們要收過一萬 那個難民的時候呢 我們要確定他們沒有安全的顧慮 因為我們要知道 對利亞國 現在所謂的 對利亞難民那批 在歐洲 裡面很多都不是對利亞人 是啊 有些阿富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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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開放中國的學生日席啊 是 即是居留權啊 我聽過裡面很多香港台灣都沉迷下去 是 很久以前呢 我讀書的時候 二、三十年前 加拿大就有一些叫做大社的 即是說 在這裡讀書的人呢 就在這裡等下等 又或者 在這裡未必留下法居留的人呢 就等下 每個人都說 十年八年就有一個大社的了 不過近二、三十年呢 我就沒有聽聞 因為呢 政府有一些更好的措施 譬如你讀完書啊 你可以申請留下啊 我們以前是不行的 我自己讀完書都要離開加拿大 然後呢 在原居地再申請用自己的技術啊 用自己的方法啊 告訴加拿大政府 我們是可以回來貢獻的 可以再回來 所以我們看到呢 政策呢 這幾十年是有轉變 對移民來說有轉變 對學生來說有轉變 對公民來說都有轉變 那我覺得是 這是一些改善的地方 我個人呢 就反對大社的 你大社呢 就等於是鼓勵 一些人非法留在加拿大 等於我現在很反對 德國人這麼開大門 那些來者不拒 說八十萬我都收啊 你這樣的做法 那些人叫大家 那很多人應該出事 剛才這一些 sum roup 現在 Suddenly 那你的結果是 led 然後第一孟 Alma 這幾乃 揖 大陸 對你們 ao 破壞 你覺得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大家都贊成保守党的说法 一方面我们是要照顾那些难民 我们要收约干的难民进来 但是这班人呢 我一定要查清楚 他们安全方面 我们不希望有些IAS那些人 会运进来 你说不用多来 三个五个加拿大就大乱了 另外 为什么今天会有难民呢 源头在敘利亚 那么问题 要怎样要将ISIS 将它消灭 才可以令到不用这么多难民走出来 这两样东西的做法 发觉有百分 我不记得多少 有相当多的人赞成政府的做法 而不是学自由党 或者新民主党 开门啊 多收一点人啊 尤其是新民主党 说撕兵啊 我们不要跟ISIS 有什么糾纷啊 那自由党更奇怪 说我们收回那些飞机 不要去炸 带那些陆军在那里 留在那里 或者多派那些陆军去 那种说法 真的说得难听些 没经过大澳想过 是啊 刚才你说的是ISIS的威胁 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事 因为最近几天我们听到在菲律宾南部 你知道菲律宾有很多岛 接近Mindanao那里 我想在菲律宾南部 一直都有很大的游击队问题 如果大家记得 每隔几年 就会有些游击队出来 在游击队的人 你叫我 我就不敢去菲律宾南部那些岛序 又发生了 最近的事件 就有些游击队走去 那些游击队的人 其中有两位是加拿大人 是吗 是 一共四个好群 是啊 他差不多 老人他不用本 他见到哪个 我便找枪指着你 然后就问你 你是哪个国家的 你值不值钱的 你要找人来负责你 其实就是老人飙心勒索 这是很恐怖的事 因为你是令到被人老了的人 受到很多精神 或者是同埋育体的痛苦 那我都很不明白 有些人你去一些这样的地方 你是很冒险 因为那些地方可能是无政府状态的 亦都可能是ISIS的基地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 你不是以为ISIS 只是在中东那里出现 它可以有一些同党 或者是一些很friend的 距离恐怖分子的机构 在印尼、菲律宾 以前日本都试过有恐怖分子 那变成了如果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 就会令人恐慌的 最大的问题 是因为ISIS吸收 尤其是欧洲、北美洲、澳洲 那些青年去加入他那里 去到叙利亚、到伊拉克 受到他的训练之后 如果有一天 他们回到北美洲 回到美国、加拿大、回到英国 不要说如果 现在已经开始有些这样的人 在欧洲比较多 去到英国、法国 如果有一批这样的人去到 将来世界会大乱 你觉得对的 我个人看 除了这次联邦保守党的声望升高 其中一个原因 我的分析和安省的自由党有关 大家都知道 除了华人社会之外 很多人都不贊成 安省自由党的新性教育课程 本来省和联邦分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的省长 差不多每天都纏在厨道那里 即是说现在两个人好像变为一个人 你看不到他们的分界 究竟他会不会将省的政策 拨到联邦那里 联邦又会不会学了省的政策 所以我相信 很多安省的选民都说 我们明白 教育本来是省的责任 但是你现在黏在联邦那里 联邦又会帮你 你们两个都不肯听人说话 即是在就为约 我或者两个都不支持了 那会不会是联邦自由党的声望 继续下跌的原因呢 我再讲讲Echos先头 Echos前两天的民与调查 保守党是35.4% 支持保守党 自由党呢 26.3% 26.3% 新民主党呢 24.5% 保守党高过自由党 几乎有9% 那他们估计呢 如果这个真的可以维持下去的话 保守党现在支持率呢 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大多数的政府了 即是说保守党的席位会多过所有 保守党反对党加起来的席位了 是的 那个民意调查呢 还说了一句 他说现在的情况呢 非常相似 就是在2011年 即是上次大选那里呢 又是在后来那一段呢 不是跑马啦 跑马就是说 冲过终点入直路那一段呢 突然间会是升得很快 那呢 就看到就是说以前有很多 是未拿定主意的人呢 现在开始说 是我们要开始决定了 因为已经转入直路了 那看到有没有 有些又说不准备得好的人 那你就不值得支持他了 那我们不如追求稳定吧 另外有一件事在近来讨论的呢 就是那个F-35战机了 那保守党都从善如流啦 有很多人说这架机太贵了 我们负担不起 那保守党已经呢 将这一个事情呢 已经摆开了 就是说我们最近的将来呢 就不会去买这一只战机 好像推到2025年 对不对啊 现在都是因为 记不记得好像好几多年前 三年四年前 是 就已经几乎决定要买了 结果几个反对党 自由党、新民主党 吵了一轮 那结果呢 就设了一个委员会 重新研究 那么研究到现在呢 都好像都没有一个决定 虽然他们都是倾向买这个F-35 这个情形呢 几乎跟1993年一样 1993年那时 本来是保守党执政 已经录了订买 他们上台就说取消 我们不需要买这么漂亮的直升机 那已经落到订了 他上台之后 别人以为他说一说 上台他真的取消了 赔了一大笔钱 赔了夫人又截兵 这个问题是变成什么呢 现在加拿大空军那些海黄色直升机 很久了 四十年了 我还记得有一两次出事 到现在 到今天还在用着 本来1993年就开始要替换的 到今天都在用着 所以这些东西呢 有时政治的考虑呢 就令到军方很难执行职务 新三年、旧三年 逢逢宝宝有三年 那些特升机还在那里飞 是啊 你的老爷机 如果你不去换新的飞机 那你继续走 就像我的老爷车那样 走着就不走的了 那飞机不可以走着不走的嘛 所以呢 我忘记了 好像现在有一架飞机 要停在地面维修八个钟头 好像八个钟头 才可以飞一个钟头 是啊 我也记得 有一架古董机 好像不知飞了去中东还是亚洲 他说 我们飞不了回来了 要换零件 等两个礼拜 这些好像是笑话的东西 其实正在发生 所以你说要cancel一些东西 说就容易 但是你要看看后果 因为这间 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美国的盟友 那这架飞机 是美国的 大家商量是一个好的一个产品 就是 因为我们防卫北美 不仅仅是加拿大的事 是北美 是美国和加拿大 一齐要去防卫北美洲 那我们有个盟友 大家商量去做一件事 你说要推翻它 那你没有了朋友 那谁支持你呢 那我们如果没有美国军力的支持 你想想加拿大会变成怎么样 所以我们是要跟我们的盟友 一定要好好地去相处 是不是 比较你说得没错 这个F35 当年是自由党执政的时候 开始筹划的 加拿大 自由党政府还给了很多钱 做研究设计方面的费用 那现在到了今天 现在到了今天 如果保守党 再不回这次选举 保守党不执政的话 那我们的飞机 可能还用20年15年 都没有得换私 是啊 另外一个考虑 就是不只是做一个飞机 那么简单的 因为将来还有很多maintenance 是替加拿大本身就业很重要的 因为你没有了航天业 那你只会做巴士 你有飞机要去maintain它 要去和它换零件 也是做了很多加拿大的就业 好了 我们讨论员探讨政府几个题目 有时一会儿我们再来讨论其他题目 好了我们回来第二环节了 那我是胡桂雄 Bill Wu 那今天在一个studio里面 就是我的好朋友 Tom Peng 彭义德先生 那我们以聊天形式 那通常我们都想在不同的政府的层面 是讲一下现在的current affairs 即是现在的多人去讨论的议题 那省政府多人讨论的议题呢 就是那个submary 听说是有人去用一些手段 去令到选举不公平地产生 是吗?Tom 他用的字应该是费录 直接是用职位来收买 那就是了 我看了这个故事就很复杂的 我试试说希望就不会说错了 那在上次省选呢 就是submary那里呢 就是NDP那时候赢了的 但是那一个省议员呢 做了半年就不做 那我以前已经讲过了 我个人就很不喜欢人家做做下议员呢 就不做的 因为你不做呢 就要选举by election呢 又要浪费几百万的了 那我真是不客气的 我对做做下不做的人呢 我觉得他们是浪费省民 或者是国家人民的钱的 真是很不对的事 除非你是病到不能动 如果不是 你做了半年就辞职 那你根本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好了 那说回他辞职之后呢 就有一个 NPP的空缺了 或者是省议员的空缺 那早期辞了给他那位先生呢 就想再回来 就加入这个竞选 但是听说呢 省自由党就派了些人就跟他谈了 他说 你不回来都没问题的 我们不如找第二个位给你做啊 那当然 所有这些都是 allegation 因为现在这件案 是送到法庭那里受审的 那我只是根据报纸说的东西 说出来的 那这个 allegation呢 那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提出投诉的那个人呢 就就是说 想他回来再竞选那位先生呢 那他说呢 原来他的电话是录音的 那大家呢 就小心了 令我想起啊 尼克逊 美国前总统 就因为他那个office 都录了音 那所以现在呢 警察呢 去查这件案呢 就听说录音带呢 就听说 就很多东西都 都水落石出啦 那他们继续在调查中 就是11月就去 就去开審的了 那回回来 那回回来 那他就是 那補选的时候呢 那自由党就说 请了一位 联邦 想选一位联邦的NDP 这裡呢 很窄口的 就是省的 补选 那呢 省的自由党呢 即安省 就请了一个联邦的NDP NDP 就是国会议员 就调他回来 就是请他回来 去Supperey那里 去参加这个竞选 那本来想选人 就变了不可以 代表自由党参选 他就纷纷觉得不开心 他后来就投诉了 就是说有人叫我不要去选举 这样就影响一个公平的竞选的一个制度 这个Olivian应该整个讲法 因为Olivian下来选医独立人的身份 第3 下来就是第3 选选了 选选中原来他有六因的习惯 选选之后他就将整件事公开 他说在省的自由党方面 曾经有三个人跟他谈过 他们的目的就是 假如你不选的话 我们就有一些好处给你 不如是党或者政府 总之有个位置给你 都是正的位置 安排给你 是的 那你选不选呢 是这样 那这3钱 他就两次下了恩 一次就正好 下不了恩 那第一个跟他说的是谁呢 就是你先来说的 那个殷儀馆老板 Mr.Lo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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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讲条件 他是自由党人 我们知道 但是他以什么身份来说呢 他不可以跟Mr.Olivier 说 你不要选了 我殷儀馆门口 撐个人 起台 你过来帮手 不是身体死人 不可能是这样的职务 这个职务一定是省 或者党 自由党里面的职务 那么他凭什么身份 他去跟Olivier说 我可以安排你了 他背后有人 那记者就叫他做liberal activist 就是说他是 是很代表自由党讲话的人 那Patrick Brown 即是现在的安省保守党的领袖 已经在议会上大声地说 Win这件丑闻 你需要不需要辞职 已经在讲的了 不过最有趣的 就是现在落案被人控告那位 Mr.Lockhead 我都觉得很奇怪 听说他是Sundbury的 警察委员会里面的委员 因为委员长 即是他本身应该懂法律的 他是这样 我先说回我先说 第一个 跟Olivier两个人谈 就是那个Lockhead 他是警政委员会的委员 那地方性而已 他是Greater Sudbury 即是差不多是 Sundbury及附近地区的意思 这个地方性而已 只是一个职务而已 那像我这么说 除非他殯儀馆里面需要人 他都可以给其他人 是什么呢 一定会以后有人跟他说 你跟他谈 我可以给他这个 那样 他谈完之后 他就有高级些少的 就现在委员省长的副莫领长的Sundbury 他在第二次跟他谈 那层面又高了一个层面 这两次的双方的 他跟Lockhead是面对面说 陆佐恩 Sobarro是电话说 陆佐恩 这些很多内情 要到法庭才知道 到底说了什么 第三个层面又高了 是省长惠恩 直接跟他通电话 但是这次呢 就是有五桥 他接电话的时候 Olivia先生呢 在升降机 在Lip里面 所以没办法录音 就跟惠恩说什么呢 就现在没有证据了 好戏剧性的 就是说他当时用电话 但是一路走一路说 走一路走到Lip里面 所以就录不到音了 不过to be fair 警察呢 现在是提控了一位先生 就是Mr.Lohid 就没有提控Sobarro 那变了 那变了一个人将会受审 那这位Mr.Lohid当然是说 我现在保持针膜 到时会在法庭上 为我自己自便的了 那变了 如果一个警政委员的委员 都会做一些这样的事 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那他本身是一个 刚才Tom说过 他是一个殯儀馆的主持人 那将来如果 真是判他有罪 就真是失礼死人了 那个问题是这样 我的估计呢 现在如果找Lohid 吃死猫的话 他可能不会放弃 你说他会爆大锅 他哪有依他的身份 你说警政委员的委员 这个地方性 没什么实权的 因为很多 你不是警长嘛 你见多伦多的那个 那个警政委员会 很多都是囚容性的 在那里而已 不一定懂事的 那他哪敢开声说 我许你什么职务 你不要选了 后面一定有人的 如果吃死猫 我不知道这个罪 我不懂法律 现在是告他 是用费务 用职务来费务 这条罪大到什么程度 我不知道 好像是 我看到的报道是 他有两条罪 一条就是贵务 但是没有真正发生 另一条可能就是说 真正发生 但是就好像最高五年监禁 都不是开玩笑的 那如果你是你 你或者我 无端端出法庭 要帮别人 帮个省长 帮省的库幕僚长 去揹 你愤不愤怯 除非底下又说了 你坐牢了 坐完出来我给你什么 那又是一条罪 你现在好像在拍片 好像是 这个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 这条罪名 我可以跟你做节目 说半个月都行 还有一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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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没有 那个新民主党 在奥特华的国会议员 新民主党 叫做T-Bolt T-Bolt 他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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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你 你现在是一个新民主党 在联邦的国会议员 已经赢了 已经坐在那里 正在取讽 他赢了 你怎么会 你会不会想到 接受自由党说 回到头 去选一个省的议员 就是连联邦会议 回到自由党 选一个省的议员 而且 选不选上 两体的 可能会输 是否要辞一职 才算得 你输了的话 两头不穿 世界上總共有這樣的人 這裏應該還有內幕 不是令人明白的 因為做了國會議員 你是一個很高位的人 你是NDP的國會議員 像這樣說 A bird in hand 那隻鳥是守的 好過什麼? 好過重新選過 捉不捉到 雖然他贏算是大些 但到時萬一輸了就兩頭不著 哪有人會去做這樣的事呢? 我最不明白的 你是轉黨去選 你不是像以前John Salé 不明是保守黨的 轉了去自由黨 他那時是有特別的背景 但是這次 他由一個國會議員的高位 大家不要記得Subbury不是一個最大的城市 那他去到當然有把握 因為他是省莊推薦他去的 那他就說我 世界上沒有100%的 我個人的感想就是轉黨 有省長自己選 結果選連輸了也有的 我對於轉黨的人 想自由黨的那個 Innative 自己輸了也有的 有Innative 是呀 無論轉黨的人怎樣都好 我也覺得是 好像兩頭都要走來走去的 不是我支持的 一定有內幕 並不是他單純回來選 因為他可能將來可以做的 廳長呀 這樣那樣 一定有這樣的事情在這裡 不是沒有理由一個新民主黨的國會議員 會遲了國會議員 回來幫你省的自由黨去選 而且不一定選得到 他都願意做 裡面不是這麼簡單 很明顯就是省長看得起你 邀請你去Ottawa 乘火車去回Subbury選 當然是重用這件事 那逢親 即是答應了給一個Cabinet Position 給NP或者NPP 我想差不多經常都發生的 就令我想起以前王志華議員 他都有人說過說 會不會省長麥堅持 答應了他一個Cabinet Position Cabinet Position 政府所有的表文件 取消 包括爸爸媽媽這四個字 用什麼字啊 Partner 從現在開始 從出生子開始 出生子就是爸爸媽媽 爸爸是誰媽媽是誰男女 很公道的 舊師上來 現在呢 聽說有兩個爸爸都可以生個兒子 或者生個女兒 出生之後有兩個爸爸的名字 或者兩個媽媽的名字 這些我搞不清楚是什麼事 以後呢 就要用所謂Guardian 或者Parents Guardian就是監護人啦 Parents就是家長 Parents就是家長 家長還是雙親 都不知道怎麼翻譯才好 用這樣的名字 還有你可能熟悉 其中包括什麼 聽說啊 你現在申請那些救助金 叫什麼 Social welfare 你上面有鐵張紙仔 粉紅色表示是女的申請人 藍色是表示 你生嬰兒我就聽過 現在我想呢 最新的性別已經不肯定了 因為我又說回來了 因為你們要用一個新的 computer 電腦的系統 叫做SAMS 是吧 他用SAMS底下呢 用這兩個顏色 所以總之 你說時間不夠 總之一句 這個人提出來 以後省政府 不可以用爸爸媽媽這兩個名詞 我想現在大家都知道 趨勢的就是性別啦 以前我可以問你男還是女啊 我想將來的趨勢 你是不可以問別人男還是女的 我相信你不明白這件事的嚴重性 嗯 我們幾千年來的爸爸媽媽 所以現在省政府不可以在政府裏面用爸爸媽媽兩個字 這些就是所謂Politically Correct 或者Politically Incorrect啦 就是政治上的 我始終都覺得你不明白這個重要的改善 這個會比性教育中流的問題更大 但是那個倫理是顛倒的意思 好啦我嘗試深層去想一下 想一下Tom剛才的教導 那麼我們呢 第二個環節呢 就來到這裡 那麼我們待會回來呢 在第三環節再談啦 好 歡迎大家回來是我們第三個環節的討論 今天在錄音室裡面是有胡桂雄我自己 還有彭爾德 Tom 我們討論的都是聊天認識而已 我們兩位老人家都加上百多歲了 那麼有時想說一下以前加拿大的故事給大家聽 那麼我們本來是想著分三個segment 就說一下不同政府的一些發生的事件 那麼說到市政府了 那麼大家都知道了 多倫多幾次啊 想去投那個奧運回來做 那麼今次呢 說一說一下呢 就fisso 就是說去到尾就沒有了尾了 那麼另外我想起很多年前 都說多倫多想去投來做的了 那麼那時候就有一個 叫做什麼 就是抗議的反對組織的名字很有趣的 叫什麼 Bread Not Circuses 是不是啊 Tom你記不記得 Bread Not Circuses 要麵包不要馬氣泉 那什麼意思呢 那馬氣泉是齊的嘛 是 馬氣泉不可以餵徒的嘛 他意思是多倫多還有人 很多人還沒吃飽 沒有飯吃 那你自政府拿些錢去搞一些不等的東西 包括什麼運動會啊 什麼那些博覽會啊 這些不需要我們應該要錢 用我們的錢才餵飽我們的市民 所以是這樣的意思 Bread要麵包 No Circus 不愛馬氣泉 是的 那麼我們大家那時候都想起有一個這樣的抗議行動啦 那麼聽說我也都相信 那些奧倫巴克委員會的人來到多倫多 看到你的那些市民都不是很踴躍支持 那麼他們當然是要退态啦 那麼老實說 我們大家做星斗市民 我們每天都擔心 竟然日正如剛才的Tom說 我們擔心我們可不可以開到飯了嘛 如果有錢了 你就搞很多很漂亮的東西啦 是不是感上添花啦 但是當你世界不穩定啊 經濟不穩定啊 安省欠人家300個billion的負債啊 真的300個billion啊 那怎樣還有錢去搞其他 是不是打種臉而充半子呢 就是說我們都沒有錢的 但是我打種臉 我就是大闊了 那當然在民主社會裡面 你說支持的東西 民主社會裡面就說我們不支持啦 麻煩你注重一下我們民生 注重一下我們每天的生活 注重一下怎樣搭巴士怎樣租屋 就不要說我要做一個show 給全世界看然後花了錢啦 這些是見仁見智啦 變了現在我們的市長就說 我們呢就 我們呢就 我們Torris 說得很對的 他說我們不是永遠都不參加 but not this time 即是今次呢我們就不玩了 那樣 那大家都大家都記得啊 我記得很清楚 有一年呢 是多倫多和北京呢 爭取這個奧運的主辦權的 那我們在多倫多住的唐人呢 都有兩種說法 究竟我們應該是擁護多德島 還是北京 那時候我都是擁護北京 爲什麽呢 因爲北京是一個主要城市 全世界的人四個之中有一個是華人 爲什麽你不去一個 全世界四個人之中有一個華人的地方 去主持奧運呢 奧運是全世界的活動來嘛 那加拿大亦都試過幾多次奧運呢 Tom 已經兩三次了是不是 不是啊 如果是夏季奧運呢 就應該Montreo一次而已 是 好像1976年吧 六幾年 1976 1976 是的 那時候我剛剛來讀書 沒有錢去Montreo看奧運 冬季奧運呢 就應該三次 是啊 最近在Wancouver做過啦 嗯 那變了我們都已經嘗過了奧運的滋味了 那大家或者記得Montreo奧運會之後呢 留下了一塊很大的債哦 是不是要幾十年才還到啊 不是 你不應該這樣說 嗯嗯 那個債是這樣 你可以三年還曬 就一年還多些啦 或者你預算三十年還曬 就一年還少一點啦 Montreo 根據我所知呢 它最主要是將煙酒稅來還這筆債 那煙酒稅一年收得了多少有限嘛 即是syntax 就擦場了嘛 嗯 那 無論如何 分分好像我們聯邦的budget那樣啦 那 看菜吃飯 唐人有時四個字是很精彩的 看菜吃飯 你明明是沒有那麼多菜 沒有那麼多飯 你又怎麼可以去主持大局呢 那 回到剛才我們較早時說收留難民 如果你家裡有十碗飯 那你請十個人回來吃 亦都沒有人一碗而已 如果你請一百個人回來吃 就沒有一個人吃得飽了 那 我不知道這個比喻對不對 但是我們就要關心我們的resource 我們本身的能力 本身的資源 不過我們的移民部長都說了 現在敘利亞的難民 我們是會增加去收 那增加的意思 不是說沒有control 即是不是說沒有管理 沒有管制 而是應該是很有秩序地去收 那 回來呢 Municipal 即是我們城市的政治 還有些什麼 還有呢 是 離野了 離緊了 就是說我們那些公路 可能開始收錢了 那麼多人多市議會呢 就叫那些市的政府職員呢 就是給他們一個報告 如果要在那個Gardina的Express 和在DVP 即是當河局 如果要收錢 怎麼收法呢 那原來那個報告就說 大概又是一個二毫半 至三個二毫半 中間 回到Tom那裡 就是那些錢是要來收你那個Gardina Express 你拔長一點 那就收得便宜一點 你拔短一點那個期 那他就要給多一點 所以他就說一個二毫半 至三個二毫半 那大家你想一下 如果 你走 因為Gardina Express 在市中心 如果你去市中心上班 你會不會每天給三個二毫半 是否單程還是雙程 一天 一天 即是日常 對 因為跟美國一樣 是否南哈頓 那套橋一樣 即你進去的時候 幾次錢 出來就不用給了 但是你那個Gardina Express 我可以進去 是用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走另一條路 他已經估計了 他已經估計了 他那個數字我也有 今天沒有 他估計了百分之十七的人 會受到橫街 當然啦 我想附近那些街 一定不行的 不過事實上 如果你受到橫街 尤其現在 Queen、King、Dundas 你跌到三十公里的話 那你的時間啊 用油啊 那些成本 你都算了 有一件事 我很懷疑的 因為現在政府推出這些政策 它有兩種說法 第一 就是增加稅收 因為你有錢給你就給 第二 如果你沒有錢給 你就賣了一輛車 你就乘巴士 那這種說法 我就覺得很難成立 因為呢 在加拿大 每個都想有一輛車 可以有一種自由的感覺 你說 如果你在香港 有小巴 一跳上去 就送你去目的地 那根本就不用賣車了 但是現在我們又沒有小巴 一搭巴士 那些巴士就不會轉彎的 去到角落就停了 你又要轉車 那我試過上班 走六公里 要搭三輛巴士的 那你想想 六公里其實很短的 但是如果你不就腳 你就要轉來轉一次 又未到 轉第二次才到 那就是說 你要搭三輛巴士 才可以走六公里 那變了 你說叫人不要的車 那作為一種改變人類的 交通運輸的所謂的習慣 那究竟行不行得通呢 我就覺得很難行得通 因為擁有一輛車 可能是一種自己家庭用 或者一種自由奔放的一個感受 你覺得怎樣啊 湯 我想他的意思 並不是叫你賣了一輛車 就是少用一輛車 你上班下班 可以出失為巴士 但是你失為巴士 目前的制度 夠不夠容許這麼多人 或者在時間上 經濟上面 經濟上面 值不值得這麼做呢 你講這兩條路修喘 應該講了有二三十年了 我記得那時候 現在死了 那個新民主黨 那時候已經提過這個說法 我覺得他這件事實行的機會 不過談一下 而實行的機會不會很大 我又不是這樣看 就 我覺得當 無論一個人也好 一個政府也好 當你窮到沒有辦法 英文就叫做 Desperate 即是說 你已經去到一個境界 你什麼都會做 因為政府沒有錢 以前你都記得 現在多倫多政府 經常都complain 亦都是對的 就是說我們是全加拿大最大的地區 我們多倫多的人賺的錢有很多 但是呢 我們就只懂得上繳給聯邦政府 上繳給省政府 你有沒有看到 如果我們多倫多的人賺的錢 不上繳呢 這些納稅就是了 那變了如果那些稅 留在多倫多市區 或者我們多倫多的border的市裡面 範圍裡面呢 我們應該是 大家不會收得那麼多稅的 其實你想想 我們小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 搭巴士呢 好像是 最多是幾毫子的 現在去到三元 那你想想 我見到一樣東西是挺有趣的 如果你現在每天 擺十元八元 到運輸費用 交通費用方面 一個月是二三百元的 你揭開報紙 你買一輛車 如果你分期付款 大概是二百或者二百五元 如果你買一些便宜的車 那如果 大大話話說一句 就是你買的車 便宜過你搭巴士 當然啦 你要付保險 電郵 但表面上來看 你供一個車 是二百至二百五元 你每天 用十元去交通呢 如果你搭GOTRAIN 你搭TTC 肯定是過十元的了 你每個月的交通開支是三百元 你供一輛車就不用三百元 那這些是有趣的一個統計 TOM 你是不是搭公車多呢 我看法和你有點不同 沒有一個議員 是自己家裡帶了錢來做官的 一個議員對錢的問題 他不是看得那麼重 公家的錢 他看得重的是 我下一次競選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連任 所以我先來講 這個公路收費這個可行性不是很大 因為他們要衡量 因為他們要衡量 如果我開始收錢的話 如果是收從馬克勤 Richmond Hill Mississauga 來些 那就無所謂 如果影響到他的選民 那我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會不會再選上 這個才是他們的考慮 我都覺得你說得對的 因為我聽電台的聽眾 十個打電話去電台 有九個反對的 當然啦 你在我的袋裡掃點錢 我當然是不高興啦 你都說得有道理的 好啦 我們今天討論了不少題目 希望為各位帶來一些趣味性 對時事的知道的形式 我們今次的節目 就在這裡結束了 多謝各位收聽 也多謝Tom 和我自己拍檔 Good n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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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